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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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不知道 重奧會 會耍什麼把戲 會不會一樣跟 賴家一樣的 在三星半夜 來採賴家 我們也擔心 如果耍音的 到時候也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還是非常的擔心 今天晚上 但我在這裡還是要 特別感謝 所有的朋友 對學校 對未來的主人都這麼的關心 我在這裡再度的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在黑暗台中為黎明而走 那為什麼 台中 台中會是黑暗 除了現在是晚上之外 有另外一個部分是 因為我們這個城市 盤旋了一個所謂的利益共同體 的一個結構性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繞圈 就是希望可以瓦解 可以瓦解這個 無形的盤旋在我們這座城市 在我們城市上空的 這個不易的一個 一個權力結構 重劃 第一點 你除非讓我有選擇 我可不可以加入 如果我沒有選擇權 這就是一種強迫 第二點 第二點 你必須要在這過程當中 有一個完善的制度 而且是一個公開透明的一個 一個過程 然後 在一個資訊對等的狀況底下 來進行這個重劃 他才有可能是一個 所謂的 所謂的 真正的落實 民主 然後一個相對公平 然後民間 自己來主導的 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合理的 四地自辦重劃 我們透過一個 不完善的制度 然後授權 讓某一些 知法玩法的人 來掌握 然後來欺壓 然後來掠奪 我們人民的一個財產 人民沒有說不的一個權利 人民沒有說不的權利 當我們把這樣的公權力 把這樣的公權力 授以 授以某一些人 那你的主管 主管機關 你不用負起責任嗎 我們的主管機關 就是我們現在 在這邊 繞行的這個城市 的一個權利最高中心 我們為什麼要在這邊繞行 因為 你必須為你 為你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你的一個 你的一個失職 你必須要負起責任 你們知道嗎 民民幼兒園 至現在 裡面還有孩子 裡面還有孩子 正在那裡就讀 而這學期 並還沒有完 還沒有結束 那孩子的受教權 難道 市長你都不太在意嗎 教育局長你都不在意嗎 這些孩子的生命安全 你都不在意嗎 你不用對這裡的幾個家長負責任嗎 那人權何在呢 在台中 打從05年 後期發展區解禁之後 我們總共 總共 規劃了14個單元 14個單元 然後做所謂的四地自辦重劃 這樣的一個單元 在這裡面 裡面有太多太多 太大的一個利益 太多太大的一個利益 那我必須要說 在整個制度面 整個制度面 我們在整個四地自辦重劃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漏洞 他的辦法裡面 他的辦法裡面 只要七個人 七個人就可以發起 發起籌備會 這七個人就可以劃定 劃定整個重劃區域 然後等於說 你只要被他劃進去 不好意思 在現在的 現在的辦法裡面 在現在的辦法裡面 他 你並沒有那種 可以選擇不參加的一個權利 每個自辦重劃單元 都是爭議不斷 然後 弊端的傳言不斷 然後不管是從灌人頭 或是黑道恐嚇 恐嚇地主 相關的一個傳言 都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必須要講 在制度上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缺陷 所以我們要求在制度面 制度面 我們的重劃 重劃制度 必須全面檢討 然後違憲的自辦重劃 自辦重劃的辦法 必須立即修法 然後我們要 最重要最重要 我們最近的這一波行動的聲援 就是在爭議未決 爭議未定之前 絕對絕對反對強拆 絕對反對強拆 第一個 他法律本身有問題 那現在這個有問題的法律 他卻繼續的 繼續的用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 像原長他們的兩個訴訟 就是拆除地上屋 跟配地的訴訟 這兩個案子其實都 還在上訴嘛 那 可是他現在用的法律 還是以前 就是現在那個被判違憲的法律 那這個法律 又要來繼續用來上訴用 那所以到底是有勝算還是沒勝算 其實 也是很難講 對啊 然後受害者也不是只有原長他們一戶嘛 因為 除了全台灣有很多的 自辦重化很多的訴訟 對啊 然後這種違憲的法律 繼續的 繼續的用在法庭上 然後又繼續的可以做 不管是強制執行或是什麼 就是 在今年 7月29日 7月29日 大法官 第739號 第739號 四線文 然後宣告 這個辦法 這個 市地自辦重化 這個 這個辦法 就我剛才講的 那個獎勵 徒弟所有全人 辦理 市地重化的這個辦法 裡面有 部分條文違憲 他辦法裡面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 相關的 相關的這個 重化計畫 必須要把資訊 資訊 送達給所有全人 那這是什麼問題呢 他這個漏洞是什麼 他的漏洞 就是說 你可以 只要在 地方 地方 的報紙 刊登三天 刊登三天 然後在地方 鄉鎮市公所 然後在這邊公告 你的一個重化計畫 這樣就算 送達傳達了 簡單講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今天 如果有三天 不小心沒有看報紙 然後你家 可能被畫進去重化 重化計畫已經要進行了 而你不知道 然後 你家 你家 可能被畫進去重化裡面 可是 他在你們的 所在地的鄉鎮市公所 公告 但是你不知道 然後 他們召開了第一次會員大會 然後不用通知你 因為他已經刊報紙了 他已經在鄉鎮市公所 鄉鎮市公司公告了 所以 他們就自己一群人 然後 去他一邊 參加召開他們的會員大會 選出他們的一個理事會 然後 就這個理事 理監事 然後就決定了之後 所有的重化 這個就是大法官 大法官解釋 最主要 很嚴重的一個違憲的這個問題 另外 另外 739號 四縣文 也提到了 整個審議機制 他並沒有 並沒有 讓主管機關 設置相關的聽證機制 然後讓 有意義的 有意義的 土地所有群人 能夠表達意見 然後 並且做成紀錄 然後 納維之後 重化的相關的 一個執行的 一個意義 這兩點 就是這個辦法 被大法官 指出違憲 最嚴重的一個部分 我們今天在這邊到 就是希望 可以推倒 推倒 推倒我們在這個 城市上空 盤旋在這城市上空 這個不義的 這個政商勾結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共同體 這樣的一個權力結構 我們走完了我們的第七圈 我們走完了第七圈 那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 打破 推倒 這個城市 盤旋在這城市上空的 不義的 權力的一個結構 然後 我們在黑暗中 為黎明而走 我們在黑暗中 為黎明而走 爭議未決 拒絕強拆 爭議未決 停止強拆 爭議未決 停止強拆 爭議未決 反對強拆 爭議未決 反對強拆 第一兵 加油 第一兵 加油 第一兵 加油 好感謝各位